大家好 之前跟大家分享过我们在夏季啊 栽种蓝花的时候 想让蓝花能够更快的扑盆长新根 那么我们就可以给它用上这个阿斯品林当做定根水 然后呢 再给它喷一次叶面 可以有效的促进它提前生根 那么除了我们在用这个阿斯品林促进它生根之外呢 我们还有几个要点 大家一定要注意 如果这几个要点没有做好 就算你用了阿斯品林呢 它也是很难很快生根的 那么是来几个要点一定要注意呢 首先第一个上盆前修根呢 非常的重要 就把一些空根烂根还影响新根生长的一些老根修剪掉 然后呢 给它进行一个消毒杀菌处理 再重新栽种 这样呢 有利于你的新根呢 更快的长出来 要不然一些老根空根留着的话呢 它还会消耗养分 不利于新根的生长 所以第一个修根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个就是上盆的时候 我们可以适量的用一些旧土来栽种 为什么要用这些旧土呢 因为旧土里面呢 它有之前这个南根生长过程中留下了这个共生菌群 那么我们用一部分的旧土和新土混合来栽种的话呢 更利于你的南根的话呢 吸收营养 让它呢 有这个根菌来促进它浮盆 长新根 所以呢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那么第三个的话就是盆土的温度一定要合适 盆土的温度合适了 才有效的促进它这个新根的生成 如果温度不合适 过高或过低都会影响它新根的生长 那么盆土的温度在什么区间才比较合适呢 大概就是在18度到26度之间 这个温度的话呢 是最适合它新根生长的温度 那么我们做好了这三点之后 你的兰花很快就能够长新根浮盆了 那么浮盆之后呢 因为这个时候正是它的一个生长旺盛期 我们还要适当的补肥 一定要等到浮盆之后呢 适当的给它补充一点这个 兰科有进一样液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兰花摘种之后 如何促进它更快长新根的办法 所以兰花要想更快的长出这个新根出来 那么大家就一定要做好这三点 好了 今天就分享这里 我们下期见